高雄八五大樓君宏酒店拍賣案在先風波 今天上午法院執行人員 還有債權人首度到場旅刊 卻被上百名員工拒於門外 董事長張慶輝更是指控法院的執法人員程序違法 雙方在大廳僵持不下 一度發生口角衝突 君宏酒店內煙消未瀰漫 董事長張慶輝和法院執行人員爆發口角衝突 雙方為了旅刊爭議在走廊上僵持不下 場面一度失控 警方介入協調 張慶輝怒控法院執行人員言而無信 約好當面談旅刊 同一時間卻兵分兩路 派人從後門搭電梯上樓 規避身份審查程序違法 我沒有想到法院竟然執行處到現場 我們都配合旅刊 他們還要做這種小動作 所以這個是我非常憤怒 也是對台灣的司法非常的絕望 高雄八五大樓君宏酒店六年前 因為基欠銀行債務遭到法拍 海霸王集團花了54.4億 飆下酒店產權 但五月七號完成過戶後 卻因為四百多名員工 蓄留與否遲遲沒結果 被君宏董事長和員工們拘於門外 我們希望君宏這邊趕快 趕快完成旅刊 完成點交程序 讓員工趕快回歸正常工作 我們也表明願意 那些員工繼續有工作 可是前提要完成點交啦 沒有點交 我們連繼續都沒辦法進去 但海霸王總經理強調 這次只是來旅刊 並非點交 集團也會盡量負責員工生計 但債權人無法進場 怎麼解決問題 不過酒店拍賣竟引發司法爭議 也讓整起拍賣案備受關注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